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买这个求庆花粽为春天做准备 并且的话我们会整理花园 买下我们的种子 种下一份希望为明年的春天做准备 大家好欢迎来到小路的花园 今天呢我们就是查看一下 红地坡的鱼金香和水仙花的囚禁打折没有 因为按道理来说应该是过了万圣节就应该打折 但是今年呢有一些出乎意料 它没有打折 所以今天呢我又来查看一下 看到打折没有 好了那我们去红地坡看一下吧 我看见那个打半价了 终于打半价了 等待是有效的 OK that's really good news Everybody see 50% off The waiting is worse Yeah let me dig it out Hi 欢迎大家来到小路的花园 今天呢天气特别的好 阳光明媚 聊耳欢唱 这是在冬天来年之前的一个好天气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好天气 把我们这个早春的花的这些囚禁花的种子 赶快要把它种下 这样就为我们早春的花做好准备 好了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千万别忘了给我们订阅点赞 好了那我们一起开始吧 好了大家来看一下我这两百多个囚状禁的花 到底有些什么 当然首选的就是我的鱼金香 鱼金香的美丽是无法抗拒的 所以说我还是买了很多鱼金香 虽然鱼金香是这个鹿子最喜欢吃的 这个早春的花 但是呢我还是无法抗拒它的美丽 所以说在早春的时候我要保护我的鱼金香 会用很多这个抗鱼金香的 我自制的这个蒜粉和辣椒粉 来防鹿子对它的侵害 但是鱼金香特别美 但鱼金香呢它也分了不同的时间 分了不同的时间开花 这些鱼金香呢它有早春鱼金香 还有春中春的鱼金香和晚春的鱼金香 大家看一下我早春的鱼金香的话 就是你看这个 这个是早春鱼金香 特别漂亮 像这个牡丹花一样 这个是传统的中春的鱼金香 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颜色 并且的话传统的这个造型 还有这个是晚春的鱼金香 这个晚春的鱼金香的话 特别的雍容华贵 我去年的话有种了这些 特别的受欢迎 特别的漂亮 这个是晚春的鱼金香 当时去年种的时候 没有注意到这些鱼金香 也分了早中春 早中晚的时间 所以当时开花的时间呢 有点陈迟不如 有点就是说 由于中间有很多的这个空档期 所以今年的话 我在种下种子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们分布好 让整个春天都有花开 都有花开 这就是这个晚春的 还有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土已经松好了 地方也腾出来了 现在就是把我们的这些 鱼金香的囚禁就埋下去了 我根据鱼金香不同的开花时间呢 把它给它每一个花园分了 这个都有早春中春和晚春的这个鱼金香 我都给它分好了 这样的话 我这个花园就会有不停的 都会有这个鱼金香花 鱼金香花开在春天的时候 所以说这是已经分好了 你看些早春的晚春的 这些都有 OK 到这边来 这边这个是玉兰花园的 我已经把这个 这些花也是分为了早春晚 三个时候在春天的时候开放 所以土已经松好了 就准备埋下这些囚禁了 OK 让我们开始埋下这些花园 这花园 然后我把所有的花园都已经整理好了 我已经把这些 油给他们加了一层土 所有的这些囚状的花园 已经埋下了 然后人又加了土 把它盖上 看一下 最后一个不抽人 就是加上木靴 给它提供一层 这个保温的 这个木靴 好了 现在就让我们将木靴 OK 最后一步 挤下水 加上木靴 这个黑色的木靴 这是最后一步 加上木靴 这个黑色的 这个木靴 这个木靴 就让它涂在上面 就让它涂在上面 涂在上面 好了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小路花园 准备过冬的一切程序 已经完成了 我已经摘了大概有超过200个球状的花镜 并且能给它们加了一层土 并且盖上了这个木靴 给它们保暖 然后今天呢 我们花了一天的时间 终于把这个整个小路花园 所有的花园 该准备过冬的这些程序 全部弄完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这个频道的话 千万别忘了点赞订阅和留言 我们在下次小路的花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